最前线 那如果要为您在昨天的亚运会赛场上 什么数字让您印象最深刻 或许很多人都会回答13秒09 昨天晚上 刘翔以一个13秒09 获得了亚运会的三连冠 并且也超越了自己在四年前 创造的亚运会记录 出发 快速攻击一篮 刘翔稍事领先 进入加速阶段 刘翔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 始终萌的起跑比较弱 刘翔进入加速阶段 刘翔加速 快速的攻最后一个篮 出四 13秒10 刘翔重回地步 别赛的整个过程没有意外 刘翔前三篮之后 就确立了领先优势 尽管队友史东鹏和韩国选手 朴太英紧紧追赶 但刘翔完全展示出了 人们所熟悉的那种状态 篮间节奏如同行于流水般顺畅 最终率先撞线 13秒09 这不但使刘翔 稍后付出的最佳成绩 同时也打破了 该项目的押运会记录 09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大 真的 大家都知道从08年开始到现在 我最好在09年跑15 然后今年我没想过 现在跑09 夺冠后的刘翔异常兴奋 他和获得亚军的史东鹏一起 身批国旗向观众致敬 在把运动衣扔向观众后 刘翔甚至还开启了玩笑 做事要把金牌扔给观众 引发了现场的又一波热炒 在找回昔日的状态后 他的目标已经从亚运会转向了世界赛场 康复到什么时候回到奥运会前三 什么时候能够把罗伯斯基础抢回来 我觉得我就康复完了 飞人归来祝福流响 那昨天吴米霞在广州亚运会 跳水女子一米版的争夺当中 轻松的卫免 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 第166枚金牌 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总数 已经超过了多哈亚运会上 取得的165枚金牌 女子一米版比赛中 卫免冠军吴米霞 以总分326.15分 领先第二名22分的成绩 多的冠军 队友郑双雪和马来西亚的张俊宏 分列二三位 接下来我还希望 我们的队友能够继续加油 在亚运的赛场 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92年出生的小将何敏来自湖南 去年全运会获得三米版第五名 让他基身国家队 年底的亚锦赛冠军 是他此前最显赫的国际比赛经历 昨晚的一米版比赛 18岁的何敏发挥稳定 六个动作没有太大失误 最终以481.20分的总成绩 摘得金牌 主攻三米版的老将秦凯 在昨天的第二跳和第三跳出现了失误 最终落后队友30分收获了银牌 马来西亚选手杨根尼排在第三位 对本来我的任务就是站好我自己第二个位置 然后其实我技术不如秦凯哥 所以今天秦凯哥可能状态不是很好 没发挥好吧 然后我刚好状态调整得非常好 所以今天把他赢 在亚运会空手道女子50公斤以下级的决赛当中呢 中国选手李红是战胜了越南的五十月英 获得了金牌 身高1米63五官非常小巧的李红 看起来很娇弱文静 完全是不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而且呢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22岁的中国姑娘 竟然为中国空手道摘下了亚运会上的第一美金牌 昨天晚上的蓝蓝四分之一决赛 卡塔尔队险些爆出一个冷门 他们与中国队周旋了到了最后一刻 直到最后的20秒才以五分之差输掉了比赛 最终呢中国队是以71比66战胜了卡塔尔队挺进了半决赛 在美亚运会 柔名和易建连的缺席 让中国男篮在内线的优势上大大缺弱 因此面对卡塔尔队 中国队一上来就把进攻的重心放在了外线 王志鹏用这季超远三分为中国队得到了第一分 不久之后 王志志也在外线找到了感觉 不过这个良好的开局并没有让比赛变得一番风顺 卡塔尔队利用他们突破能力强的特点 频繁冲击中国队的篮下 比分始终没有被拉开 而第二节一开始 中国队更是在注意力上有些不集中 连连出现失误 在被卡塔尔队打成这次断球快攻后 中国男篮主帅邓华德突然对着裁判大吼起来 原来 卡塔尔球员在抢断后 用肘击打了周棚 第二节剩下的时间 中国队打了对手一个16比7 一举将优势扩大到了两位数 此意 中国队的三分球给了对手极大的杀伤 全场29投13中 而第三节他们正是凭借着神准的远头保持着比分的优势 不过当分差已经拉到到15分时 中国队球员们又开始松懈起 卡塔尔队在第三节最后一秒的得分 就足以证明中国队此时代大力 最终中国队以71比66减胜 挺进半决赛 广州亚运会的闭幕式将会于 本周六晚上的八点钟 在海星沙广场举行 那门票是在24号的中午12点钟开售 其实想去现场感受气氛的市民是非常多的 我们也一起去售票现场看看 撑着遮阳伞 拿张凳子一边排队一边坐 边排队边吃中午饭 抱着熟睡的孩子 虽然是中午12点才开售 但有市民一早就过来排队了 这次对外销售的闭幕式门票 有1000张左右 分为ABCD四类 价格分别是4800 3800 2010 1600元 市民要持身份证和现金 每人限购一张 有些歌剧是吧 还有一些各国家的表演 放烟火了 气氛应该还可以了 今年一亿了 这位先生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 终于买到了票 一家人都非常激动 我们三个人价格太高 所以我们只能是买三张 买低类 买的票还是很高兴 因为我们也是主要为了带孩子 去感受一下这个亚运的气氛 好 以下就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看亚运环节 一起来看看世界各大媒体是如何报道广州亚运会的 那在广州亚运会举办期间 朝韩两国的关系陷入到紧张状态当中 但是两国的选手在体育赛场上仍然表现着良好的体育精神 华盛顿邮报就发表文章说 朝韩选手体育是体育 争端是争端 比如说在女子射箭项目上 韩国选手隐喻姬跟朝鲜选手全英石 分获金牌和铜牌 并肩站在了领奖台上 那在体育精神的感召下 他们友好的握手之意 并且相互鼓励 而且呢 这两国选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表示对于政治的问题 他们其实并不关心 只想把精力放在比赛上 那其实朝韩两国运动员的表现 也彰显了体育精神的巨大精神内涵 那就是抛弃争议 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印度时报把关注的目光 放在了第一次在亚运会上亮相的 33岁的老将普拉米拉 印度选手普拉米拉呢 是本届亚运会女子田径项目上 年龄最大的印度选手 不过33岁的高龄 并没有阻止她在赛场上的优秀发挥 经过了12年的等待 首次走上亚运赛场的普拉米拉 夺得了女子七项全能铜牌 普拉米拉的丈夫兼教练阿亚帕就表示 她是从1998年走上职业田径之路以来 有三次其实都有参加亚运会的绝好机会 但是分别因为训练不足 还有生孩子以及伤病的缘故 没有能够如愿 幸好这一次夺得了这枚奖牌 12年的努力总算有了一个回报 那经济体育的赛场 不仅仅是一个展现实力的地方 更是一个圆梦的舞台 人民日报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亚运会的女选手身上 文章说半个多世纪以来 亚运会赛场上的女选手的数量和比重 都在逐步的提高 51年的新德里第一届亚运会参赛选手489名 女选手31人占到运动员总数的6% 但是广州亚运会参赛选手9704人 而女选手就有3607人 所占的比例达到了37% 如今的亚运赛场上 女选手们可以说是越来越自由的实现着自己的体育梦想了 但是在今天女性实现梦想的又何止是亚运这一个舞台呢 我们再来看 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项目当中 中国军团的90后小将应该说是表现不俗 18岁的何敏就是其中之一了 那他又是如何走上体育这条道路的呢 网易体育就说了 何敏因为崇拜熊尼而选择了跳水 在跳水男子一米版的比赛当中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小将何敏是以总分481.20分获得了金牌 在赛后何敏透露说 奥运冠军熊尼不仅仅是他的湖南老乡 而且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 当初他选择跳水也就是因为熊尼的原因 收获金牌之后 他期待自己能够有机会参加明年的市井赛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我们最后来关注中心社的文章说 运动员村的餐厅美食多 众所周知了 广州市网罗天下美食 广州亚运会开赛以来 运动员村的餐厅的餐饮服务 也深得广大运动员和各国体育官员的欢迎和喜爱 我们来看这个运动员餐厅 它每一顿饭都会提供22道主菜 其中有12道蔬菜 100多种冷盘 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 基本上都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熟悉和喜爱的食物 其中像是烧麦 双皮奶 烧排骨 羊肉串 还有这个烤虾串都具有超高的人气 运动员们可以大快朵頤了 好 了解完各方媒体的观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盘点一下这个广州亚运会一天的赛事结果 来看亚运奖牌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线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资讯部分 好 再来 感谢观看